为什么说天机不可泄露呢 我们来听个故事 故事后 有个风水先生 因为日夜赶路感染了风寒 路过一村庄时 两眼一黑 阴倒在一户人家门口 这家姓陈 家主叫陈善 他正好赶集回来 见门口躺着一个人 一摸胸口还有热度 就赶紧喊两个儿子出来 把风水先生抬进了屋 给他灌了点姜汤 又请来郎中给他看病 过了一会 风水先生就醒了 陈善笑呵呵的对他说 你就在我家养好了 并再走吧 在陈善的照顾下 风水先生很快就康复了 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一天 陈善问他 老弟是个看风水的 可否给我家看一处好地呀 我陈家呀 几代都是种地出身 让我家也出个当官的 风水先生说 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就是不说 我也要给咱家好好看看 第二天 两人就在村外溜达 在西村一处港坡 发现了一块好地方 风水先生对陈善说 你把祖坟签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西北角 东北角打两眼井 这福报呀 很快就能在你儿子身上显现出来 陈善听了非常高兴 可风水先生又说道 你救了我的命 我要报答你 不过以后我再也不能看风水了 因为天机泄露太多 我的双眼也会瞎掉 以后我无依无靠 只能靠你们家为我养老送终了 陈善满口答应下来 还叫了两个儿子立下自具 接着陈家就千分打紧 等一切都做好后 风水先生的双眼就看不见了 但陈善对他非常好 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第二年 陈家的两个儿子进京赶考 真的金榜提名 被封了官 陈家老小都很高兴 把风水先生当祖宗一样供着 一晃过了十多年 陈善去世了 陈家老小对风水先生 就没那么尊敬了 陈家两个儿子 混迹官场十几年 觉得根基也稳妥了 看着这个瞎老头 是越看越不顺眼 伺候风水先生的仆人们 见主子都不带见他了 自然也就不会细心伺候了 风水先生经常积一顿宝一顿 衣服脏了都没人洗 很快就落得跟乞丐一般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风水先生就独自在小屋里流泪 一天 风水先生摸索着去大门外晒太阳 中午时分 一个路人经过 盯着他看了一会 突然抱着他大声 嘴一喊着 师父 你怎么这般模样了呀 原来是风水先生的徒弟 风水先生就把这近二十年的经历 诉说了一遍 徒弟听板 很气愤 要去找陈家理论 风水先生拉住他 他家现在家大业大 咱们惹不起 难道就这么忍了 风水先生说 有一个法子 你去驴肉店买四个驴蹄子 今天半夜三更的时候 你去陈家坟地 就会看到有两道白光 射到两口尽力 到时你用驴蹄子 砍断这两道白光 再把驴蹄子 扔进两口尽力 然后你再去河边 柳树下 会看到有两条发光的小金鱼 把它们捧回来 到时候 我的眼睛就能看见了 徒弟听板后 就赶紧去驴肉店 买了四个驴蹄子 等到夜里三更的时候 就开始行动 很快就把师父交代的事情办妥了 风水先生捧着两条小红鱼 念了几句话 眼睛竟然真能看见东西了 尝着天还没亮 师徒俩就赶紧逃走了 天亮后 仆人发现风水先生不见了踪影 就报告给了陈家那两个当官的儿子 他俩听后压根没当回事 心想着死了才好呢 半年后 从京城拉回来两口棺材 摆在了陈家的老房子门口 原来是陈 两个当官的儿子 得罪了宫里的大宦官 被暗害了 从此陈家就一败涂地 陈家子孙这才想起来 要寻找的风水先生 但风水先生早就了无音讯了